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蔬果不能少 自古人们和动物的关系 十分密切 因此很多人将动物 视为自己的家人和朋友 你是否也一样 珍视着他们呢 今天封面故事的主角 他们不但吃素 而且爱动物的方式 很不一样哦 《水是不相甜》 是著名的作家 齐君的散文作品 倾诉对家乡的怀念之情 那么定居他乡的农夫 是否也会心心念念 自己家乡的农作物呢 新竹有位农场主人 因为想念家乡的滋味 让原本在家乡 燕巢生长的芭蜡 在新竹的土壤中开花结果 平东市有对医生夫妻 守护着病人的健康 也珍惜万物的生命 因此在忙碌的医者生涯中 增添一项副业 用吃蔬食来滋养内心的温度 你知道如何从日常生活的 食衣住行中 体现爱动物的决心吗 林毅山 万成真 这两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从生活上的小事 做到保护动物的好事 您是否也有一样的感觉 看到动物总会浮现一种 想要爱护他们的心呢 但是这两位好朋友 林毅山 万成真 却想要将这样的爱化为行动 成立了动物平权促进会 我们觉得目前动宝团体 比较是在以狗猫为主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团体 几乎占了95%以上 然后就觉得狗猫之外的 动物也很值得关心 所以我们在创立动物平权促进会的时候 我们当然整个视野范围 会放在所有的动物 都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对象 人类有人权 动物一样有动物权 异山和伙伴们 努力将这样的平等观念 利用方法传递给更多人知道 他们的力量虽小 但是只要一想到动物的遭遇 他们就会燃起一股使命感 动物其实跟人类一样 他们也有家族 他们也有情感 他们也需要游戏 他们就像孩子一样 孩子也需要游戏的权利 然后他们拥有一些 像人权不是说 我们自己要拥有自己的家 其实动物也需要有自己的家 可是我们人类可能都把它抓来 娱乐或抓来吃等等 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 这种平等观就是指说 就像以前有奴隶这样 我们不要去利用它 也不要去虐待它们 极所不欲勿施欲人 用这样的道理 放在万物间都是相同的 当我们反对奴隶制度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用一样的方式对待动物呢 何况动物也有感受 也有爱它们的家人 像大象会为死掉的时候 它们会举行商礼 它们也有同理心 或者是说鸡豚被抓的时候 其他的家族成员也会在旁边 就很心急这样 那其实动物都非常有情感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把这一面向告诉大家 然后希望培立大家成为一个动物的守护者 观念是需要建立的 这也是益山和陈真努力奔走的理由 所以无论是哪一个年龄层 它们都尽力去宣导 我们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以教育为主 比如说角色扮演的游戏 有一个孩子呢 他就要来表达出 不能用任何的方式 但是他能够让其他的孩子去了解 然后他就会知道说 原来他要让一个狗狗知道 他要握手是多么的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 他会对动物的棋地生活环境 给予尊重 让他人对动物产生同理心 才能体悟对动物的需求和害怕 但这也是益山和伙伴们 实践爱动物的第一步 过去在动物保护团体 救援流浪猫狗的两个人 从中感受流浪动物救援救不完 思考保护动物的观念 必须从源头做起 因此成立动物平权促进会 和一群志工朋友 就推动动物不是娱乐的概念 动物是生命不是我们的玩具 它们有自我意志 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但是当我们大喊着动物好可爱的同时 是否也是一种消费和剥夺呢 动物不是娱乐 一个就是动物园或者是一些生态农场 大家看到大象在摇头晃脑 孩子就会说他在跳舞 以为他很快乐 事实上他已经得到精神病了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为了满足娱乐的目的 可是用保育跟教育包装 如果你消费动物就痛苦 当然我们最终希望说这些商业的行为可以停止 自由奔驰是动物的天性 但是它们如今却被圈养在一个范围内成为任人观赏的物品 去年有填掉17个动物娱乐的一个场域 包括很多生态农场 教育农场 以生态跟教育之名的这些农场这样子 告诉大家 它们这些动物真实的一个处境 譬如动物淘汰率很高 动物过得不好 然后你提供骑程 喂食触摸 表演 这些娱乐后面的真相 这些动物是被囚禁的 然后得了精神病这样子 所以我们去调查这些真相 用影片跟用照片的方式来去呈现 走访各地生态农场 益山感触很多 其中最令它难忘的就是 小羊和母羊的互动 那个羊啊 羊奶一直被挤 然后大家排队在那边挤 然后那个羊 母羊就很痛苦 因为它想念它的孩子 那孩子根本吃不到妈妈的奶 而且这些人变成说 大家要去买妈妈的奶去 有一个商业的行为 去喂这些小羊这样子等等 那我们就把这些模拟的 模拟的行动剧拍下来 然后也把同学的心情拍下来 动物们不会说话 不代表没有意见 所以需要人们的自觉 加上落实在食衣住行 娱乐的习惯 才能解救动物的困境哦 从吞下食物的那一刻起 其实呢 就是守护动物的开始 林毅山万臣真 推动纯素主义 怀着慈悲万物的心情 当一个舒适动宝人 饮食跟动物平等之间 也是大有关系的 为了口语人类捕杀 续养动物 陷动物于苦难中 所以为了爱 许多从事动物保护的朋友们 都是抱持着舒适主义 纯素就是实践我们对环境 对动物的一个道德意义啊 包括动物的苦难 这个部分就是我们非常在意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是因为健康 因为环保的因素吃素 可是动物的苦难跟吃素 其实也很有关系 是可以去实践它的 然后包括不吃牛奶 不吃鸡蛋等等 因为母牛跟母鸡 其实它们的处境也很可怜 从事动宝服已经很多年的衣衫 平日除了吃素之外 在很多生活的小细节中 也都特别小心谨慎 纯素之外 我们还会不穿皮革的东西 你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 你在选择沐浴乳 选择洗靶精的时候 其实你是应该选择 无动物实验的 还有其他种种 譬如在娱乐上 我更不会去动物园 或者是去夜市捞小鱼等等这样子 所以就是从生活中 其实细腻 细腻一点 仔细一点 我们都可以去实践它这样 任何习惯多一分思考 一个小动作 就能让动物免于受伤害 在挑选生活用品上 衣衫也会格外注意 动物实验就是说 这些沐浴乳化妆品 它们是用动物做实验 为什么会有一个兔子标志 代表动物实验 有一种实验就是 把它们那个头固定住 然后第一 那个新出来的产品 譬如洗髮精 那因为兔子没有泪线 它不会流泪 所以它就去看那个 这个东西在它的眼睛里的效应 可能会烂掉啊等等 然后用来去测试说 对人类的安全与否这样 那其实很多都是重复性在测试的 而且是不必要的 房间墙上满满皆是关于动物平权的标示 从小地方里看得出它对动物的关注 加上自己养猫养狗 所以更能贴近动物的心 其实这反而是一种比较安心的方式 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 实验这些生活反而让我们 就是生活过得更简单 像皮革啊什么的 那个可能都很贵啊 那我们也不要去买那种东西 一份同理心反而让 益山生活变得朴实简单 如果你也爱护动物 也把它们当作朋友家人 或许改变他们的遭遇 就在你我的一举一动之中 这位吃新菜今天是哪一种菜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好 今天我们教大家做一道菜 枸杞皇宫菜 好 这个叫做皇宫菜 那皇宫菜的部分呢 一年四季在地的一个食材 那吃起来是黏黏滑口滑口的 所以对一个这个胃还有孕布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材 那我们今天有搭配枸杞子 那枸杞子洗干净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要加水做一个浸泡 好 我们先将姜呢 切成片状 好 切成片状 好 我们今天选用的是韧姜 我们把它切成丝 好 切成丝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起锅了 准备起锅 好 我们加入锅中呢 加入一大匙的油 加入油之后呢 再加入我们的姜丝 好 我们先将姜丝炒香 好 炒香之后呢 我们准备加入皇宫菜 好 这时候我们把它翻炒 好 这时候我们加入泡水的枸杞子 好 这时候我们加入泡水的枸杞子 四分一只尺的白胡椒粉 好 这时候我们可以熄火了 好 这时候我们准备上盘 好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起锅 好 养生又健康的枸杞皇宫菜 你学会了吗 在台湾不同的土地有着不同的农作物 作物甚至是一个地方的美丽风景 海提时代的故乡记忆 让李明毅在新竹的土地上 成功种出有机巴勒 并用巴勒来怀念他的故乡 眼巢 巴勒的香气让人忍不住嘴馋 但这也是因为这个香气 让昆虫们有同样的喜爱 所以有机耕作方式来种巴勒 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新竹的李明毅却想要尝试 我从小的话是在大社 戀草附近那边长大 因为整个家乡家族 大家都种巴勒 枣子或者丝瓜 当然水果的话是以巴勒 一年四季都有 不要自己还有儿子 那是一个家族的话 大家都喜欢吃 因为小孩子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一到新竹来 就是住一块地来种 那种一种的话 越来越有规模的 就是给分享 给比较紫北 或者说附近的关系 给大家的公鸡来吃 因为燕巢老家巴勒园很多 是李大哥最熟悉的作物 虽然其他巴勒果农 曾经劝他不要种有机 因为虫害很多 但他仍然不放弃 所以只要巴勒 盐味最重要 那个盐味的话 你用化水灰掉 它会甜 但是盐味都没有了 过来当然要脆 脆到咖来烤 就温差大的时候 脆度会比较脆 所以说中秋过后的话 巴勒就更好吃 像现在的话 白天早上会降到 差不多20 23度 热的话是35度 超过10度了嘛 就比较好吃 说起巴勒精 大概没有人能够超越 艳巢的孩子 为了种出符合心中记忆的 原味巴勒 迪大哥仔细修剪 认真照顾 因为修枝最主要是 要给它长出来的话 就是比较营养足够 当然也要调节它的产期 因为巴勒原则上是 365天都可以结 因为如果你没有调整它的话 就是身体虚弱 就没有办法再结了 这样子 就像照顾家人一样 掌握好巴勒的生长节奏 不要过度采收 造成果树的消耗 一把它修枝的话 它会降低 因为密度没有那么高 会降低 是这样子 如果是没有发现的话 就自己吃 吃不完的话 就打枝 因为是难得的有机巴勒 所以李大哥很珍惜 从果实到叶子 他都希望能够好好利用 农场主人李明毅的巴勒原 不撒农药 不伤害当地的土壤 所以就连叶子 也都可以物尽其用 拿来砌 其实巴勒叶的话 我们是 就是说一个副产品 因为在春天 它都万物都在长芽 就是把那个芽 嫩芽的话把它剪一段来晒这样子 这个的话就是早期就有人在 就要这样子喝 你撒药的话 就不能喝到农药了 无农药的巴勒 果然是有机限定 过去许多人拿来弃查 最近更有高雄农改厂实验发现 巴勒的维生素C含量 是果实的两三倍 另外李大哥自己也研究出一种 红芯巴勒加甘蔗的新合法 巴勒因为长辈 牙齿不好 所以像我妈妈的话 现在93岁 所以每天的话都会打一杯汁 重量跟甘蔗的重量 大概上是1比1 是这样子把它倒进去 这个有称过了 就是600克 现在打的品种是红芯的 红芯的巴勒 特别的香 过来这个是甘蔗汁 简单的一杯果茶 蕴含对家乡的怀念 以及对自然的追求 回归真实本味 才是最棒的滋味 医生的职业 比一般人更容易 体会生命的起落 张淑凤和苏哲能 这对医生夫妇 从佛学中 学习士病如亲 更从医生这个身份 体会到苏食的重要性 病痛与生死在医生眼中 是每天得面对的事 张淑凤和老公都是医生 夫妻俩 长期在屏东地区看诊 当他们发现 饮食和疾病的关联后 两人决定在医院对面 开一间苏食自住餐厅 本来我们是希望说 在对面能够有一个 长期照护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说的护理支架 纯粹就是想说 苏食对我们病人很健康 然后另外就是说 对环境的保护也很好 这样子 希望病人能够吃得健康 这样一个出发心 是张淑凤医师投入的原因 所以我们刚开始开餐厅 是在想说 那我要不要用个 有机的蔬食这样 那就是还是要考虑到说 接引众生的因缘 因为吃素还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不要让人觉得不好吃 然后不想吃 所以就是在这边做抉择 就是说如果有能够拿到蔬食的 有机的蔬食 那就提供一些 那不过没有办法的话 就是还是蔬食为主 菜色多元 环境如咖啡厅 这是张淑凤他们吸引 更多人吃蔬食的小心机 但来电人数却没有起色 每个月都产生新的亏损 让夫妻俩很邪气 因为刚开始 其实有人说我们很有勇气 一个月可以亏个十万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这样好几年 就是可能就百万了 书医师常常都说 你不可以说亏钱 我说为什么 观念改一下吧 就是病人的生病 来得到这些钱 那我应该是把这些钱 拿来让病人得到健康 那我这样心一转就觉得 没关系 赔钱小事 心转 净就转 虽然蔬食餐厅经营不易 但张淑凤他们依旧不放弃 反而还要利用餐厅做更多好事 刚开始的时候有给学校的 比较清寒的学生 吃我们的便当这样子 而是说让很多人来吃到健康的东西 为了让病人更方便吃到健康的蔬食 张淑凤 苏哲能坚持让蔬食餐厅 对症下菜 或从口入说的一点也不错 现代人的饮食真是有大问题 不忌口也不选择 反而吃进一堆麻烦和疾病 事实上很多疾病是因为吃的关系 可是现在的病大部分都是那种叫做 国外叫做成人病 或者是叫做生活形态病 事实上都是跟我们的饮食很有关系 那其实根据我的多方面的研究 或者是说看到了一些资讯 就发现说其实蔬食是最健康的饮食 发现蔬食对健康影响巨大 所以张淑凤不仅对症下药 还要对症下菜 让过去的蔬食餐厅吃饭的病人 能够吃尽真正对他们身体有益的食物 我们也有准备一些 适合病患吃的这种便当 譬如说我们讲减肥餐 就是它的量稍微少一点 其实一样是算它的那个卡洛里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像我本身 除了神经科以外 我也看糖尿病病人 那我就会希望说他们 从实际上吃便当的这种情况下 自然去学习怎么样吃的量 跟那种种类是刚刚好 既然要对症下菜 当然就需要营养师来专门设计菜单 抓出最佳的营养比例 其实还蛮多的医师他可能会认为营养就是要有肉 有蛋有奶这样子叫做比较营养 那可是我自己的觉得说既然我从很多资讯来看 就是素食叫做最健康的饮食 它就是在你怀孕的时候 你吃素小孩子都会长得很好 而且我甚至觉得说应该更要吃素 但是有的人会觉得 就是第一个 怀孕的时候可不可以吃素呢 还有就是小孩子很小 他要长大 他需要很多能量 需要很多钙质 那女生需要铁质 然后就有很多因素 就会觉得说 我还是不要吃素的好 可是其实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 甚至说你骨质疏松了 有人说那你要吃牛奶 比较会比较多钙质 这个也不对 那但是在以前我们念营养学的时候 就常常有人会说 素食的蛋白叫做比较不好的蛋白 就是营养的蛋白可能是肉这样子 那是因为就是说植物性的蛋白质 它在这个植物里面 它可能缺乏一些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必需氨基酸 这个食物可能缺几项 这个食物可能缺几项 那你如果光吃这个 你就会营养不良 可是如果说你吃了很多种很多种 植物的话呢 它就不会有这个状况 所以它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蛋白 医学是讲究科学的 吃素多年的张淑凤身体很健康 他也常分享自己的例子 澄清一些关于蔬食的错误资讯 只要多摄取 就能拥有多元的植物性蛋白质 同时也达到多食蔬果的益素 饮食的力量不容小觑 为了健康 那我们应该多多听取医者的良心建议 人们身为万物之灵 有众多的选择权利 吃蔬食的一个小动作 可以爱土地 爱动物 甚至是爱自己珍惜健康 吃蔬食的好处多多 你呢 今天吃蔬食了吗 蔬果生活制告诉你蔬食大小事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3 3 4 3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